巴黎奥运重要场地赛纳河又变脏了 尽管赛前有巴黎市长亲自跳河挂保证 但是周五开幕式那天起 连日倾盆大雨 没有处理过的污水就流入河中 导致水质恶化 细菌超标十倍 CNN记者心脏很大磕 亲自下河体验 在前游泳训练不得已 连续两天宣告取消 法国政府2015年来砸下15亿美元 将近台币500亿重金整治赛纳河 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奥委会官员们把希望寄托在天气上 盼望大太阳高温杀菌 可以让细菌含量降到合格水准 如果赛纳河真的不能游 官方还有B计划 可以把赛事延后几天再举行 不然就是把游泳部分换场地 最糟情况可能会三铁变两铁 赛前最后一刻还充满变数 不管怎么做都尴尬 也让选手们措手不及 民事新闻收看众客报道